好的,我们进入到游戏 可以看到这个游戏 它是一个俄罗斯人做的 它还特意去收集了很多文革时期相关的歌曲 可以看一下 我们就新开个游戏 这个游戏最开始让我困惑的点 就在于它这个新手教程不是特别清晰 就是你一进来你都不知道怎么玩 而且它这些数值都特别奇怪 你也玩玩就莫名其妙没钱了 玩玩莫名其妙和苏联和美国关系太差了 被禁运了 然后这个游戏的机制我们就边玩 并跟大家讲解了 那就相当于一个历史模拟游戏 最开始会谈出一些随机事件 注意现在时间点应该是1976年的年初 这个1月8日 这个周恩来去世 引起了人民极大的悲伤 然后一些民众肯定是要悼念周恩来的 然后我们作为新任总理 可以影响此事的执行 要不要悼念周恩来 我们可以轻微的破坏一下这场运动 我们作为国务院总理兼公安部部长 我们全力将这次运动的规模控制在最小 反正现在时间点是1976年的12月份 这应该是2月份 对2月份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科学经验 科学就是搞科研 一共有三条科技术 一个是农业 一个是工业 还有个是军事线 我们这局就看一下能不能走这个 All Guys这条线 自动化这个控制 这条线算是比较最简单的玩法 还是因为博主太菜了 玩不明白其他那种 什么像世界输出革命 这个太难了 好第二个事件是这个P邓的反击右倾方案风 这个邓小平被调到这个对外国安系领域工作了 因为他之前要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了 然后毛泽东就开启了这个P邓反击右倾方案风 我们就加入对邓小平的迫害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济面板 经济面板主要就是这三这四个数字 工业 农业 服务业和腐败 还有一些军队 国安 科学 行政支出 最主要的就是钱 预算 这是最重要的 预算怎么得呢 就是工业 农业 服务业这三个产值越高 这个预算也越高 腐败越低的话 这个预算也越高 现在腐败就是挺高啊 怎么降腐败呢 我们可以增加一下这个行政支出 换我们的预算 我们看需要砍点什么 军队砍三块钱 国安砍三块钱 然后高层红包砍一块钱 福利再砍两块钱吧 再苦一苦百姓啊 我们把所有的钱都投入了科学支出上 拉到15 再拉一些工业 我们接让这个时间走起来 现在1976年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政治局势 我们是扮演这个华国锋 我们在这个国务院做一把手 然后现在毛泽东还没有去世 他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这个特性 这个特性 我就开始不知道什么意思 后来才知道 这个特性都是 最重要的就是影响你的钱 影响你的这个 这个党内支持度 影响你对美国和苏联的关系 现在我们每回合预算能加到0.3 现在谈了一个事件 是泰国大选 泰国进入了一段这个混乱民主的时期 共产党在印枝半岛的胜利 滋长了左翼情绪 他们反对右翼军队 地主和其他保护党引起冲突 如果我们想要介入的话 我们就可以增加我们的影响力 现在我们的这个国际影响力是五 我们可以支持一个泰国国民党 创立一个左派与民主人士的联盟 就可以增加我们的少许影响力 但是也会扣我们的钱啊 你们四处这个全球这个支持革命 肯定是要花钱的嘛 然后76年3月25日啊 上海文汇报由刊登了一篇文章啊 批评这个周恩来 被列为这个走资走资派啊 这是张春桥指使的 我们可以对这个文章做一些手脚 我们可以 我们就什么都不做吧 无所谓了 我们先等这个毛泽东去世 天安门事件啊 这个是清明节4月4号 然后人民对这个当年周恩来嘛 聚集了两百多万人 我们是千万不能强硬镇压啊 强硬镇压会掉这个人民支持度 我们就按这个历史 历史的这个符合历史啊 忽悠所有人离开啊 并驱散其他程度 吴德用这个喇叭 呼吁人群离开广场啊 许多人照做了 还有一些人上面离开 我们就让一些这个警察部队啊 去进入广场 驱散示威人民 尽管使用了暴力手段 但是没有人伤亡 这算是比较小的这个 比较小的这个冲突啊 现在我们这个钱每回合还是加0.3啊 加到1了 我们可以再点一个 就先加行政支出 去控制一下这个腐败啊 因为我们这现在国家还有债务啊 每回合还有0.3的一个损失 这个19.1的腐败 会带来每回合扣1.9的这个钱啊 非常非常严重啊 所以我们要控制一下腐败啊 出了一个唐山大地震的 这个是7月28日 唐山发生了大地震 然后我们需要去回应啊 我们可以从中央拨款3块钱啊 但是我们现在只有0.6啊 没钱啊 然后我们还可以请求 国外的人道主义援助 就会掉我们这个国际影响力啊 我们还是让国外老爷去 要点钱吧 我们国内现在实在是没钱啊 掉了0.5的这个世界影响力啊 好的 我们谈出了一个事件啊 9月9日 我们的这个舵手去世了 在两次心脏病发之后 中国人民的伟大导师和领袖 毛主席去世了 享年83岁 尽管人民和党还沉浸在悲伤之中 我们仍需召集智桑委员会 决定如何送主席最后一程啊 符合史实的做法是在天安门广场上修建寝灵啊 但是我们还是按照主席的意愿 将它火化 并且建立一个纪念碑啊 这完全不是因为建立寝灵还需要花一块钱啊 我们就还是符合这个主席的意愿啊 好 舵手去世在死讯公布后 他的遗体在人民大会堂留置了一周 以便全国人民向主席道别 追悼会在全国范围内举行 无数中国人来到这里向伟大的领袖与导师致最后的敬意 毛主席的遗体根据他的遗愿被火化 遗骨在三分钟的哀悼苏丽和华高峰同志的告别演说后 被封入天安门广场上一座特别建造的纪念碑中 好了 现在这个主席去世了 我们需要整顿一下我们的这个行政力量 现在又谈出一个事件啊 泰国动乱 我们之前支持的是这个泰国的左翼人士和民主做一个团结 然后现在就是冲突一元一裂 我们可以去派遣 我们可以去派遣这个武装的共产党 好现在这个毛主席已经去世了 我们现在又爆发了严重的党内冲突啊 一派是左翼的这个私人帮啊 另一派是右侧的这个邓小平 然后王红元和江青是这个中央文革的主要领导成员啊 然后呢我们如果按照史实的话可以去逮捕私人帮啊 但是呢我们这次就不按史实走啊 一个也不想跑就是全部逮捕私人帮 还可以逮捕江青和王红文和其他左派达成妥协 或者是妥协争取极左的支持 最后一个是不要干预党的路线斗争啊 千万不能选最后一个啊 选最后一个我们就被彻底排除局了 所以我们还是要稍微制衡一下左派 所以只逮捕江青和王红文 并和其他左派达成妥协啊 华文凤不要冒险选择在这个政治局特别会议上 只逮捕对当局构成最大威胁的这个王红文和江青啊 与此同时以对现任同志的忠诚为交换 为交换啊 姚文元和张春桥啊 这都是笔杆的就够不成什么威胁啊 之后呢我们就可以 如果右派做大了 我们还可以提拔左派来对他们进行制衡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的党内支持度是减0.1 人民支持度加0.0 我们再加一下 加一下科学投入吧 看一下政治派系啊 我们现在这个华国锋属性是实在太差了 温和派实行主义和谋士啊 我们决定提拔一些啊 比较有好的属性的到这个中央啊 像这个陈云温和派实行主义和节俭啊 节俭可以加加钱 我们给他调到这个国务院 然后中央军委我们就让这个叫谁呢 让王东兴来干嘛 但是王东兴现在级别不是特别不是不是特别够啊 我们可以先给他调到调到西方吧 一共是两个层级 最上面的是国务院中央军委和外交部啊 下面是五个地方啊 然后外交部 外交部其实可以让这个赵紫阳干啊 因为他有这个西建派和西建派自由派的这个属性啊 到外交部就可以改善一下关系 地方的话我们可以调吴德呀 赵紫阳其实也可以坚韧一个地方呢 可以给他调到西方 然后李先念邓小平 邓小平也有节俭这个属性啊 可以给他调到南方 张春桥 张春桥这个属性有个硬汉啊 这个极左派 我们还是要限制一下极左派啊 极左派他会影响与苏联的关系啊 现在和苏联的关系太差了 需要缓和一下和苏联的关系 比如说我们让谁呢 让季登奎吧 啊 季登奎有这个极简啊 那给他调到东方 就先这样 那时间走起来 看一下现在苏联的关系 负零点六有没有缓和啊 还是没有缓和 那这个生活水平怎么这么差劲呢 提升一下人民的福利啊 再接着加加大这个行政支出和科学投入 但是我们现在党内支持度非常高啊 然后又弹出了一个新的事件啊 检阅战争 是这个红色高棉啊 红色高棉我们就不干涉了 让他们自己搞自己啊 之前我们也 这个投入了巨大的这个时间和金钱啊 没什么后 没什么这个反应 变革之风啊 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选择啊 在毛主席死后 终于大权在握 是时候勾勒未来的蓝图了 党内的派系有着各式各样的图纸啊 保守毛派要继续毛泽东的政策 那也就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啊 改革他改革派 当然要求结束文化大革命 并且对经济进行大规模改革啊 要搞改革开放 那我们花外风怎么选呢 我们肯定是要 逐步结束文化大革命啊 还得再折腾折腾经济啊 就是我们这个经济政策 我们还是要抓到 抓到手里的啊 文化大革命可以结束了 好 又弹出了一个新的事件啊 我第一人的第一人 四人帮倒台后 我名义上掌握了最高的权力 但实际上还是需要跟 这个邓小平的右派分享权力啊 还有这个叶剑英和李仙剑 他更温和谐 但也支持改革派啊 但是我最终成 最忠成的这个保守派 就是代表中间的这个开明保守派啊 有三位 就是季登奎 汪东兴和陈希莲 他们都是我们的得力干将 如果不想不想被架空 我们就必须要打击改革派 提拔我的支持者 然而这种武断的行为 是否会引起党内不满呢 我们就小心的打击这个改革派啊 现在我们与苏联的关系 竟然还是这么差劲呢 就不能再改革一下 OK 关于党的历史若干 这个历史问题的决议案出了 这个文件就是影响这个文革定性了 在历史中是邓小平起草的 邓小平影响了这个 就说公过 说这个毛泽东这个错误啊 什么 公大一过怎么样 我们肯定是要排除邓小平 把邓小平踢出去啊 要华洛峰主席亲自领导 我们走正确保守毛派 你的路线是正确的 好 我们继续让时间流动起来 印度又开始大选了 印度就是这个甘地啊 在执政期间积极开展了社会经济 经济左派的改革 引起了党内的分裂啊 也可以推动左派或者是支持反对派啊 但是我们就保持距离嘛 先把我们国内经济搞好 先不要掺和国外这些事儿了 我们现在腐败还是很严重啊 我们必须加入这个加大形成投资 还需要改善一下跟苏联的关系啊 这个苏联关系太差了 再怎么下去肯定是要被禁运的 啊 王东兴提到这个中央中央军委啊 然后地方又空出来一个北方是吧 北方让李先念干嘛 OK 但是现在赵紫阳既在中央有地方感觉 全是有点大啊 我们再提拔一个 提拔一个燕金营吧 他有这个科学家的属性了 让我们这个科学研究可能更快一些 调往西方 回归本源 我们又开始搞这个经济政策 我们需要 肯定是要重建计划经济系统 如果不重建计划经济就没办法继续搞All guys 然后有关这些领导人的属性啊 他这个每个属性什么词条对什么有影响 我就把这个表格放到这了 需要的自己先暂停看一下 如果自己玩起来必须得 还是必须得了解了解这些词条是什么意思 如果不了解词条是什么意思 就根本没法玩 就不知道你闷闷其妙提拔一个人 他怎么就把你这个钱给扣没了 然后下一个五年计划 我们可以重点发展一些项目 那我们还是放到科学研究上吧 我们这些现在财政有点吃字了 预算只有0.2 哎呀有点穷啊现在 OK文化革命的结束 王子宗死后 采取了遏制文化大革命的措施 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现在群动运动已经消失了 但是呢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 国家的高压统治还没有结束啊 改革派和人民现在要求拧松罗姆 也就是这个恢复啊 就是增加这个思想自由化啊 啊我们可以放松控制啊 但保保留对宗教的监视啊 要不然西藏的这个 他来喇嘛又会跳出世界啊 有可能会啊 挑拨这个西藏的这个分离式 分离主义啊 OK我们现在科科研已经点了两个了 我们正在在巩固一下农业的 农业的这个基础设施吧 现在党内支持度特别高 我们还削减一下高层的红包 然后又串出两块钱啊 投资一下工业 经过一段时间的种田啊 我们现在每回合收入能有0.4啊 然后我们可以将这个收入继续 投入到这个工农业 还有服务业的这个预算上 然后我们的腐败也在稳步下降啊 现在已经降到17.6了 又弹出了一个事件 达赖喇嘛 关于达赖喇嘛 我们必须得这个监视它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 释放它让它会拉萨 但是要在国安部的监督下 要不然它跑到国外的话 非常麻烦的 第二次匈牙利事件 我们就不管了 我们安心种田 现在党内支持度很高 缅甸也搞社会主义啊 但是又想要我们援助啊 要三预算 我们帮不上忙啊 没钱呢 然后希腊 希腊也要搞社会主义啊 我们就口头支持一下 但是不要给钱呢 我们这个 我们的钱都留在建设我们自己的经济上 现在再建设一下这个工业吧 伊拉克啊 伊拉克也要搞这个 对共产党发生这样啊 我们口头谴责一下 党内支持度还是这么高啊 那这个高层红包一分没有吧 全协计了 4块钱我们投入到 投入到工农业和这个服务业上面 再解一下这个财务财政危机吧 OK 我们现在谈出了一个事件 国歌问题 在这个文化大革命 我们已经 因为这个原来的义影精进行曲 是这个涅耳作曲的 然后这个田汉 田汉这个填词嘛 然后田汉被 在文革中被打倒了 然后现在的国歌是这个东方红啊 我们可以 恢复原版的义影精进行曲 我们改个国歌 还要花一块钱 离谱 OK 我们的科研又好 我们研究一下什么呢 我们就不要点这个发展农业方法 因为之后面会有一个事件 自动自动的这个给你这个科技 所以我们就选这个 1978年的这个现代建筑技术 好 现在时间线已经发展到1978年了 然后我们这个政府有一个人控了 外交部可能这个 赵紫阳不够格了 所以被改到 那我们就可以把邓小平放到外交 外交位置 然后地方的话 我们再放一个谁呢 吴德 让陈云干嘛 陈云去南方啊 就比如说他这个词条非常奇怪 他硬汉 他还减腐败 这个宽容还加腐败 像这个胡耀邦啊 他自由派 宽容和偶像 偶像这个属性是加这个党内支持度 那我们与美国的关系已经爆表了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赵紫阳站在这个外交部上面 四月革命啊 这个国民是这个阿富汗啊 我们还是不要干涉阿富汗 让这个苏联去自己填这个坑啊 我现在有两块七了啊 继续投资这个农业和工业服务业 发展自己的经济才是最主要的 然后我们一会儿把这个欧盖斯的前置科技点完之后 应该就可以谈这个事件了 我们也谈了一个新的事件啊 北京之孙全国各地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开始了激烈的活动啊 尤其是北京啊 有这个大字报啊 就是出出版自制的杂志 反对这个保守主义啊 批评文化大革命 呼吁经济和政治自由化 这也应该是这个改革派推动的 或者是或者不是他们推动的 但他们也非常让支持啊 我们要完全的否定他 不能让改革派抢了我们的话语权啊 然后呢 媒体也发表了我们的文章 驳斥了改革派的论文 在党的会议室内 左翼和右翼的争论再次爆发啊 我们是一个居中调停的位置啊 就不能让让党的政策一下走 走向保守或者走向激进 我们要文部的居中调停啊 也就是霍悉尼 我们现在我们的预算已经加0.7了 非常不错 0.8 现在这个有如果点这个自主电子产品的话 要惩罚1400超前科技 现在只是1978年 那么可以先存一会儿 就先不要那个 先不要点任何科研 我们再存一块钱 党内知识度开始降了 现在时间点来到了1979年 我们谈出了农业改革 在之前我们是农业都是这个人民公社体制 就是设备和个人物品完全社会化 大量钢铁的失败 以极糟的生产力而闻名 在周恩来的改革下 公社一部分接受了改革 一部分被解散 但是他们的工作制度仍然没有变革 所以很多共产党人认为 现在应该是对农业进行改革的时刻到了 但是呢 党内也没有达成一致的共识 这个温和派和改革派建立引入这个家庭连产 连产这个承包责任制 这是万万不能 万万不能那什么的 一旦引入这个责任制 我们这个土地就被切割成零零散散的小部分了 他们说是什么 可以激发农民的这个积极性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长远发展来看 这种切割零散的这个小农场是不利于后来的这个发展的 农业肯定是会需要越来越少的人的 所以我们还是要像苏联一样 引入这个集体农场 现在可能有很多农民 但以后引入这个农机 农机拖拉机设备之后啊 可能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OK 我们科技直接帮我们把这个发展农业方法给跳了 我们就可以研究这个育种基因或者是基础化发展 直接选基础化发展 给越南点教训啊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中越局势的这个越南战争了 我们就符合历史 准备战争给他们点教训 伊朗也革命了 革命结束了 然后我们现在腐败还是很高啊 15点 再投入点工业 投入点农业 这游戏其实一定要把科研放在第一位啊 因为科研点出那个科技术 农业工业是永久加你的这个工业和农业的 所以越早点完头话的话 他这个家的增值就越多 我们接着投资服务业和农业 现在党内支持度人民支持度都很高啊 思想自由化一般生活水平只有三十几 那现在能不能点啊还没到1980年 所以继续点工业的话会有很多 肯定乘法啊 接着点这个农业啊 现在我们已经到1979年的年终了 我们这个经济建设的还可以啊 每回合能有1.1的这个收入啊 现在我们可以些许的进入进入介入一下国际局势了啊 但是我们国以国际影响力太低了 人民党都不会听我们 你的世界影响力已经扣到负数了啊 那这三块钱我们就先存起来啊 成绩四汉后裔问题啊 解放战争后按照苏联模式啊 少数民族聚集区取得了自治地位 其一便是内蒙族内蒙古族居住的这个这个能蒙古 但在文革期间中央政府强迫同化内蒙族人民 导致当地人民与红卫兵的大规模冲突 和这个是武斗的这个暴乱呢 那我们可以怎么办啊 这是公平的一步 这是我们正在所需要的 我们再仔细看一下这个这个事件啊 这个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团会和蒙古族共产党人们提议啊 纠照毛泽东犯下的错误恢复正义 把其他省份从自治区取得土地归还回去 结束同化政策 这显然不会令共产党内左翼开心 但有利于争取民族精英的支持 此外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显然会喜欢这一措施 那我们就缓和一下跟苏联的关系 花三个预算 苏联的关系已经到四十几 人民也非常支持我 看来我们这个总理干的还是可以的 然后七八年可以研究一下新机构 现在经济已经有1.2了 腐败也杀到十三点几 没法继续增加行政支出了 我不知道它这个上限好像是根据一个什么决定的 我们就投入到这个服务业里 现在摊出了事件 这个现在已经到了1980年 这个阿富汗局势恶化了 这个苏联就要向阿富汗增兵了 引起了西方的一波愤怒 阿富战争已经开始 我们需要决定我们支持谁 其实都不怎么好 我们最佳选择是援助毛主义者起义 但是这是要同时向美国和苏联开战的 所以我们就先远离这个事件 不介入阿富汗局势 这完全是一个天坑 但我们可以跟它进行一波贸易 然后由于苏联侵略阿富汗 所以苏联举行的奥运会 被美国一众西方人民抵制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决定 我们要不要抵制这个奥运会 我们可以自己搞一个奥运会 但是需要20块钱 那我们其实就是保持客观中立 不宣布抵制 但忽略两场奥运会 我们就跟我们没关系 我们谁都不去 看一下现在有没有其他的 可以进行这个贸易 也许能增加我们的这个 增加我们的这个收入 民主德国 罗马尼亚 斯洛伐克 都需要工业 工业值很高啊 哎呀我们可以跟泰国进行贸易 日本国际生育低于50 我们就接着 现在我们能有1.4 1.4的收入 接着增加行政开支 杀腐派 存5块钱 然后加大对工业和农业的投入吧 接着走时间线 现在已经到了1980年的9月份 然后现在我们来到了 周恩来继承人的问题 华国风统治多亏人的努力 我们能够向毛主席 移赠给我们的那样 继续朝一个光明的共产主义 未来前进 一切改革派试图动摇我们的制度 破坏社会主义成就 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都失败了 但是呢 他们中间仍有很多有影响力 继续推销他们的修正主义思想 我们必须做些什么 我们那没法做什么 只能什么也不做 党内有一场针对我的阴谋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党内支持度62.42太低了 那我们提高一下国安部的开支 防止我们一会被暗杀 再提升一下形状和科学 好了 我们又谈出一个事件 这个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的这个领袖铁托去世了 这个铁托同志我们还是需要争取一下 所以我们就符合史实的选择 华国风同志亲自率代表团 飞往这个贝尔格莱德 悼念一下铁托同志 南斯拉夫我们能不能跟他签个友好协议 加入不结盟运动 但是需要两块钱可以加入一下 我们的党内支持度怎么突然掉了这么多 几名对你领导不满的资深党员 决定将在下次大会逐出中央 如果不想重蹈科鲁小夫负责的话 必须做些什么 我们直接逮捕同谋者 我们这个特工网络非常高 我们终于我们的特工成功控制了 刚到北京的阴谋者 他们被送去蹲大牢了 当然这个党内支持度还是太低了 还需要提升一下 现在我们到了1980年的6月 我们再等一等 再等一等 等1981年的话 就可以点OGS的前置科技了 现在需要 现在有很大的惩罚 先点这个 接着杀腐败 腐败就是真的根治不完的 你一直在提升行政的点数来消灭腐败 但腐败的增长速率也是越来越高 现在我们已经能有1.8的收入了 我们争取把工业提升到70以上 这样就能和很多国家进行贸易了 光州事件 全斗焕夺取了韩国大权 开始无情的镇压反对军政府的抗议 我们这时候就可以讨一讨一 这个挑点事 煽动起义者和煽动动乱 这个事件我们可以干涉一下 需要8军队力量和10箭练网 由于我们提供的武器 以及韩军计划的扰乱和破坏 对光州的突袭变得漫长而血腥 此外 韩国其他的城市与地区了解到 我们正在发生的大屠杀之后 纷纷上街抗议 如果这个事件继续的话 有可能就会触发朝韩第二次战争的事件 现在战争还是阿富汗内战 阿富汗内战我们就不管了 这是美国和苏联 他们乐意打就打去吧 工业马上就可以起飞了 再存两块钱 两一战争了 两一战争跟我们也没关系 波兰也要搞 波兰的事我们也没关系 因为我们国际影响力太低了 所以都对这些国际局势影响不了 工业马上就能起飞了 再加点农业再加点服务业吧 科学 OK 现在点OGS的前置科技 只有200的科研点的成分 那还是有成法 我们还是先点其他的吧 驴巷之正 美国大选 跟我们也没关系 卡特被里根击败了 符合历史 再存几点钱 再增加一下行政 2.2了 现在已经 工业终于70了 工业70的话 我们应该就能和很多国家进行贸易了 图尼斯这些小国肯定贸易不到 跟日本贸易得80 朝鲜也没什么可贸易的 蒙古已经贸易了 越南 越南我们正在和越南开战的 老郭 老郭也不行 那刚才看可以和哪个国家贸易了 叙利亚 对叙利亚可以贸易的 卖他们点军火什么的 北约 北约 它是一个整体 连忙德国这些都没法 邀请外国投资者 因为我们现在还是计划企业 所以没办法邀请外国投资者 那就这样 再投资点能力 党内又有阴谋了 我们的特工网络文部增长 谁要再搞事 直接摁倒在地 好 第一个 上个五年计划已经超过完成了 下个五年计划 我们就 军航发展了 经过一段的时间的重填 我们现在月收入 美活和收入已经超过二了 美活和二 那基本就是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了 现在我们人民福利不是特别好 我们先把福利拉起来 人民吃了太多苦了 是时候增加一些福利了 现在菲律宾又出事了 我们可以祝贺一下马克思获胜 尝试建立合作关系 党内支持度和人民 人民支持度也在稳步上升 就是这个思想自由度已经跌到原了 现在我们可以编写第二个历史决议了 第二个决议就是肯定了毛泽东是其中重要人物 正常 写的没问题 现在我们的经济已经起飞了 2.3 再杀 杀波腐败 投资科学 加农业服务业 我们现在的经济政策是怎么样 概括 看一下派系 现在我们是计划经济 如果我们一会就可以切到 Ogas自动化简简简 像我们国内的派系 极左是20% 改革是28% 保守和温和派加起来是占了一半 也就是我们所代表的这个派系 和美国和苏联的关系还可以 每个都在家 伊拉克的核问题 伊拉克的核问题 我们就不要在乎 让他自己处理自己的吧 6.7 我们接着种田 投资农业 投资科学 投资服务业 生活水平再拉 再拉个三个点 就81年 OK 现在我们已经研制完 自动化的前置科技了 下一个科技就需要建立 中国版的自动化 应该一会就会谈事件了 我们就可以筹策资金 罗马尼亚的事情 我们影响力太低了 没法和罗马尼亚建交 2.6 2.4 那再加加波工业 加波服务业 自动化的缓慢进展 主席同志 在过去的五年内 我们的国民经济和科学研究 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我们不应该直步于此 现在我们更应该巩固我们的成就 重建几代人 关于一个完美世界秩序的梦想 迈出从社会主义 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步 我国最优秀的头脑 数学家和控制论家 提出要建立一个全面的 统一的自动化生产计划 也是Ogas 这个概念由苏联数学家 雷克多格鲁斯科夫提出 因此我们能够把最复杂和最昂贵的计算 计算转移到这个计算机 就是全国统一的一个计划经济网络 用计算机来代替人来进行计划经济 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 那我们可以宣布一门 关于生产自动化的课题 建立一个委员会来试试它 需要十点预算 虽然现在只有五块钱 但是我们有一些存款 光荣的主席万岁 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这一天将作为重大突破的日子 载入中国史册 我们亲爱的领袖宣布 我们国家开始从过渡到 全面自动化和机械化的规划 和生产的重大变革 并宣布建立一个自动化经济管理中心 他们的工作即将开始 但是呢 这个国家关于匆忙引入这些措施 已经引发了激烈的讨论 一些政客宣传改革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性质 党内支持度一下掉到27了 不久肯定是有一场阵谋 阴谋我们直接 花特工网络干掉他们 现在到了1982年的五月份 我们现在每月收入已经能到2.5了 2.4怎么还讲 就是因为这腐败太高了 腐败原来都杀到13了 现在又涨起了 我们就必须得不断增加我们的行政投资来 行政支出来控制这个腐败 但还是控制不住 主要是因为我们政治 然后这个邓小平还有这些 还有一些什么谁来着 有那个宽容啊 每月加加那个腐败 特别烦 13块钱 我们接着投入 人民生活水平拉到20 加科学投入 加军队 这还没建立Ogas呢 我们这经济已经 已经非常可观了 建立完Ogas 经济直接起飞 预算加2.5 时间线来到1982年 我们这个自动化科技研究成功了 这是我们最伟大的科学突破 近最近我们与经济完全落后的情况斗争 现在我们的科学家 在基于计算机系统开发自动化经济 机制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 并且开始开发这个允许自动化计划经济 调节的全国企业的系统 距离全面实施仍有距离 但我们想现在就取得自动化经济成功的话 我们既可以引入一个基层地区的系统和协助 但许多官员和党员认为 引入这样一个系统太匆忙了 显然不会喜欢的 这个是当然的嘛 引入自动化代表我们一定把那些基层的官僚都取代了 他们没有这个工作了 自然会反对这个东西 但是付出一定要付出一定代价 一定要完成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一定要开始大规模实施自动化 这些官员他们反对就反对吧 然后党内支持度直接清零了 我天 那我们科研的话继续点农业吧 搞阴谋 我们可以向人民呼吁啊 这样我们人民支持度非常高 人民支持度减了25 加了40党内支持度 人民才是我们的这个后盾的 一个时代的终结啊 苏联的这个不是 这个勋踪去世了 你们没有足够的影响力啊 哇 现在我们的预算 实行完欧盖子直接加4.4 但是这个党派支持度减3.6 我们就需要支付大量的这个高层红包来获取这个党内支持度 3.6 我们争取把它减到 现在减到2.1了 那再减 再加18 看看多少 看一下怎么样 在幽灵般的灯光下 在这个OGS 也就是这个IECES系统部分推行后 政府开始逐步系统的削减基层国家机构 解放不必要的技术工人优化预算 这些措施遭到了地方官僚机构的强烈抵制 他们已经宣布你是资产阶级反革命了 哼 连党内最高领导都反对你 而且已经准备罢免你了 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争取广大民众的支持 我们可以直接逮捕阴谱者需要40的特工网络 但是我们有83 不怕啊 谁反对OGS 谁就一起下台啊 看我们党内支持度已经负了 又阴谋 我们接着让人民向人民呼吁啊 又降了一些人民支持度 但是 哎呀我天 连着两场阴谋 那直接拿特工网络逮捕啊 党内支持度已经到58了 应该稳住了 谁反对OGS是没有好结果的 减0.1 现在我们OGS 可以看一下这个OGS 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buff 工业农业服务业加2 预算加2 生活水平加2 0.2 服务败减0.3 党内支持度减5 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我们也干涉不了 科研 科研我们农业和工业已经点完了 军事其实点不点已经无所谓了 那我们就把科科学的资金全撤出来 一下撤了40多 增加行政 增加一些高层红包支出 用来增巩固这个党内支持度 这应该是这个翻译错误 这个最左边是党党内支持度 这个才是人民支持度 然后增加一些外交 人民生活水平已经爆表了 所以没必要增加福利了 多加点国安库 保命要紧 农业工业 拉马 拉到53 现在53是上线的 战争终于结束了 和平万岁 现在还哪儿打仗呢 两一战争 黎巴嫩 还有阿富汗内战 增加一些宣传 宣传可以增加我们这个人民的支持度 现在我们预算已经到了5了 看来这个OGS还是非常给力的 腐败还是怎么还是这么高 我都已经把计算官员全收拾掉了 1.4 1.9 黎巴嫩也打完仗了 接着增加宣传 83点 游戏到这块应该已经结束了 应该已经马上就快结束 我们现在美会和4.8 应该已经基本花过完了 非洲又非洲的切格格拉 最具有影响的军事人物 这个桑卡拉几个月前逮捕 并推翻了大规模镇压工会运动 和杀队反对者的这个总统 我们可以支持一下 这个布吉纳法所政府接待了我们的大使 与我们建立了外交关系 他的计划包括消除饥饿 建立免费的教育和医疗体系 打击流行病和腐败 是一个很不错的这个人民解放者的形象 我们现在也是有钱了 20多块钱 行政拉嘛 我这腐败就降不到10了吗 哇 这三个都已经100了 就已经满了是吧 没法再加了 那我们可以把极左派给拉上来 极左派我记得是可以增加这个减腐败 减腐败应该是这个硬汉 谁是硬汉 李先念是硬汉 李先念调到北方吧 李先念已经在这了 王超 王超也有硬汉 可以把这个叶剑英 叶剑英现在不需要了 叶剑英是谋士 吴德也是硬汉 王东兴 叶剑英已经病弱了 那由王东兴来代替邓小平 出任外交部吧 他已经再进中央军委是吧 那吴德 吴德上中央军委 吴德再到首都 OK 我们把硬汉角色都调到那时候 陈云 陈云在这待着还行 王远欣 王远欣也有一个硬汉形象 那给他调到国务院吧 看一下我们的腐败能不能降下来 由于我们这极左派上台啊 所以党内制度调得很快 腐败 以下每周减0.8可以 阳光爆炸时间 刺杀拳头换 但是拳头换没能刺杀成功了 我们可以挑拨一下 谴责一下 朝这个韩国的挑衅啊 现在朝韩双方 我们可以施压一下 施压不了 朝鲜也可以派点武器和专家 调调事 现在我们的国际声望是保守派 预算加死 腐败应该再有几周就 就能杀掉了 等一下 你看党内制制度调的很快啊 增加一些高层红包了 增加到拉到50 加点8 政府危机 这是孟加拉国的时间 哎 我们可以介入一下 现在有钱了 2.8 OK 腐败怎么又加了 增加一下外交支出啊 外交支出可以影响 与美苏的这个国际关系 这个党内关系全靠高层红包啊 没有高层红包 53 我们每 要支出和农业工业相等的这个钱数来 来获取党内支持啊 很离谱 现在和美国关系这么差劲呢 那我们干脆就跟美国闹外德了 5.4 我们给观众展示一下 一会儿被禁运是怎么回事啊 如果跟一个大国的关系掉到零的话 就禁运了 由于现在我们这个政府权一清一色的极左派上台啊 可以看一下 极左派已经超过了保守派和温和派啊 所以现在和苏联的关系加4.1 和美国关系减3.1 投一下军队 行政开支拉满 加外交吧 哎 钱都花不完了 现在这个应该就数值限制啊 这个工业农业服务业的上限都是一败 我们这花博风总理干的还是挺不错的 经济搞上去了 之后再去搞这个 像这个世界输出革命啊 输出这个Ogas 美国克加5啊 人民支持度和政府支持度都已经满了 人民生活水平也爆满了 就是思想自由化的态度 OK我们与美国的关系终于降到零了 哎呀我们还可以向帝国主义发射核武器呢 这个就是另一个结局 我们可以一点都不在乎 一点都不在乎就是美国克扣一块钱啊 就是作为这个禁运的这个代价 但是我们现在国内经济非常起飞了 根本不差这一块钱 这贪腐 你也不掉吗 这都是硬汉上台啊 怎么就贪腐就降不下来呢 哎 降下来 4.5 看能不能争取游戏结束前把贪腐杀到零了 不在乎不在乎 美国乐意咋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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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农业服务业都已经到满了 那我们人力支持度这都满了 存钱嘛 存个100块钱 看看能不能起游戏结束手 银肉和加5.1这都是在美国被制裁 被美国制裁的情况下 腐败马上就降到零了 变革之风 苏联 苏联又有事 这儿八角服 不过咱们世界影响力很低啊 朝鲜这还没打起来呢 哎 我们可以煽动一场新的朝鲜战争啊 哎 人力支援 外交支援 特勤支援 武器支援 我们都支援一遍 就把朝鲜的这个分数 拉到满 拉到77了 国际声望已经拉到满了 威权派 民国主义啊 这个是安盟反共反叛运动 就是基地安哥拉啊 安哥拉的事情 我们还是不要打扰他们 我们乐意反共就反共嘛 反正我们现在这个经济发展这么好 估计不久之后 我们就被就会成为这个世界灯塔了 先看一下朝鲜人 再给支持一下朝鲜 估计一会就能看到朝鲜统一了 外交危机啊 不管不管不管 第十二届世界青年学生节啊 这个节日是由世界民主青年联合会啊 组织的 我们也可以举办自己的节目节日嘛 只需要两预算 我们的人民对这个事件感到满意啊 我们与盟国的关系加强了 但国际左翼运动对此持怀疑态度 那我们这个军力有点弱啊 因为我们这个都把这个钱投入到这个工农业这个发展上面了 剩下那些军事科技其实严不严就无所谓了 因为游戏马上就进入尾声了 然后这些点都骂 现在只加3.7了 因为我们这个钱太多了 他就会这个严重溢出了 而腐败终于杀到零了 现在我们这真的是完美的经济社会 工业农业服务业的这个稳步增长 腐败没有腐败啊 科学投入这个零主要是因为他后期他科技术已经点满了 没有寡头人民福利已经达到满了 就是和美国关系太差了 Who cares 朝鲜战争再给朝鲜塞点钱吧 之后这个游戏应该也没什么可以操作的 我们就直接快进啊 快进到这个朝鲜战争结束了 这么快结束了 朝鲜一遍和平万岁 OK我们可以看到朝鲜统一了朝鲜半岛 不过跟我们也没个什么关系了 朝鲜战争刚打完呢 我们游戏就进入了结算机制 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结束游戏这个对我们的评价 向世界开放 华国锋和忠诚的党员领导着国家 沿着吸收了中国历史经验道路前进 这一尝试刚开始是片立正统道路的标志 中国向世界敞开大门 当然没有意义开到底 但关键的一步连迈出了 最终文化大革命结束了 我们在社会主义的框架内开展了谨慎的改革 允许我们纠正毛泽东同志同志的时期的错误 并巩固那时的正确成果 对于数以百万的中国人 这段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是最为稳定和凡人的时期 尽管犯了些许错误 但这条道路被证明是成功的 我们的领袖也被与列宁本人相比较 因为他懂得摸着石头过河 最终我们实现了长期以来所追求的 甚至连强大的苏联都不敢实现的目标 得益于我们几乎在任何时间都实现的自动化经济规划 这使得我们总能处理腐败问题和赤字问题 然而由于计算机的局限性 这一系统仍然存在些许问题和错误 也一直受官僚及其各级政府及其攻击造成阻碍 有些人甚至说该系统的任务造成是创造电子法西斯主义 但是我们正在着手解决计划经济问题 迈出朝向共产主义的重要一步 旧的领土主要是针对新疆西藏 但是我们由于台湾还是没有收复 这个白门好像台湾有两种收复方法 一个是八九学院之后全面右转 转民主政府之后就可以和台湾谈判 和平收复台湾 还有一种是武统 然后香港和澳门基本都能通过外交收回来 如果在马岛战争中支持阿根廷 让阿根廷打败英国 那么英国就脸面见识 之后谈判的时候就可以收复香港 藏男仍是印度的一部分 中国不予承认 葡萄牙殖民地澳门应该可以谈判 收回来 苏联的命运 戈尔帕娇夫 旧的领导人被年轻有望戈尔帕娇夫取代 他是改革派圈子一人 但戈尔帕娇夫改革尝试建立一个什么 反正应该是失败了吧 苏联还是解体了 根本没关系了 苏联解体了 没有苏联的支持 金户会和华约中各成员的力量开始衰弱 东欧社会主义的堡垒 终于被戈尔帕娇夫中兵局和科伯格共同摧毁了 理论上是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围绕着中国的一个经济组织 但是他需要15块钱 而且是游戏前中期就要 所以对这个发展还是挺值守的 如果要想走这条线的话 就需要前期存15块钱 之后谈出事件就走这条线 冷战和历史一样 美国赢得了冷战的胜利 然后中国人民终于过上了美好的生活 生活水平的飞跃是执政时期的标志性成就 不仅解决了粮食供应问题 我们让每个人都能享受到富裕阶级的商品 越来越多的人也能购买这个奢侈品 我们克服这个城乡之间的差距 让广大农村地区内普及电梯化和现代通信 并且建立了现代化的住宅 现在每一个勤劳的工人都能有锁局地 德温宝 在生活水平上 中国已经超越过了 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亚洲国家 甚至可能都超过美国了 对人民来说 你将永远是给中国带来新发展 和新生活的敬爱的统治者 全球现状 我们帮朝鲜统一了朝鲜半岛 长久的期待和复兴在朝鲜开始 接下来90年代朝鲜成功开发了核武器 其实有点后悔 我们朝鲜为什么要搞核武器 八以冲突悬而未决 向世界开放 OK我们这个游戏就玩到这了 这个游戏其实可以玩很多条线路 极左派 极左派就是不逮捕四人帮之后 华和风在这个岛内斗争收失利 让这个极左派王洪文上台 极左派也是可以走这个欧盖子线的 极左派可以向这个世界输出革命 它可以全面右转 就是让戴小平的改革派上台 复合历史事件 让这个要求美国投资者 让这个经济发展更快 但是走右派线 我感觉就是经济发展起来 但是腐败腐败还是会特别严重 尤其是这个邓派的许多领导人 都有这个什么宽容的特性啊 就会让一个国家腐败增加严重 腐败是会扣你扣你这个钱的 这个游戏就玩到这儿 如果想想玩可以自己探索一下 这个游戏的内容还是挺丰富的 但是它作为一个游戏来说 我还是要评判一下 主要来主要来说就是它这个游戏的这个不透明啊 你莫名其妙 你这个钱就被扣了 这个苏联美国关系就扣了 还是说这个游戏作者是想这个想做成这种盲盒形式啊 就是你作为一个最高的决策者 你对下面这些信息也是不透明的 也有可能它是想这么设计的 但是这个毛子这些这个数值都是怎么解构出来的 好像是有人去这个decompile这个程序啊 把这个毛子这个程序给破解了 然后他才知道啊 这个领导人这个特性是这么意思 那个领导人那个特性是这么意思啊 好了感谢观看啊 这期视频就录到这儿啊 谢谢大家